重新修建万里长城需要花多少钱 长城是他们做过古代排行第一的军事工程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春秋代国时期列国之马互相防守 长城修筑进入的第一个高潮 但是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 直到秦毕六国统一天下后 秦始皇连接修散战国长城 才开始有了万里长城之称 禀朝是最后一个打修长城的朝代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现存长城文物本体包括 长城全体介豪官宝 相关设施等各类遗传总计四万三千余出 长城的总长度两万一千一百九十六点一八千米 从西周开始修筑在秦代 总共修了两千多年 可见工程是多么的耗大 那么如果咱们现在重新修筑万里长城需要花多少钱呢 首先长城是用土石材和布料划件等材料 需要用土石材量很大通常都是就地取材 在高山距离的地方 就在山上开驱石料用石块砌处 在平原王土地带及就地取土用土行做 这沙坡地区还采用了五维红柳之条 城城扑杀的办法 新疆萝卜炮与甘肃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 就是石修筑 可见无奈的劳动人民是多么的勤劳智慧 当然在21世纪的现代 咱们已经有成熟的工业技术 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修建长城所用的青砖与占联青砖的沙江 以及各种专业的工程设备 重用长城是so easy 首先修建一笔长城需要六千块青砖 以及七立方米灰沙江 再加上人工成本 修建一笔长城需要六万块 长城21196180米乘以6万 等于6358亿8540万 啊 才6000多亿 还是挺便宜的 改信要把电中做超出的 下期一个月穿